是府中的酒不好喝 还是测飞不供 何苦还要去争的九死一生的储君者 正在帮你绿 可惜你是没日子 今夜的月色 一旅 现在后面还有人 还不关系 如果有来手 你死定了 低手 都在这里 公送帝王 帝王 帝王妃 回天 出了来手 你让我再愿见 还以防止什么 裴薰曾告诉我 不想争处的皇子 不是好皇子 反对这个优秀皇子的准则 他一路高跟猛进 中午 把自己剪死 还拖架干什么 谋反复是小事 皇帝更远 赐了不准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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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王妃 我怎么会在这儿 阿罗 现在是何时 王妃 已经是卫时了 卫时 是哪年 王妃 莫不是睡迷糊了 现在是勇德十二年 周月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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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呢 王爷在哪 王爷和王将军 在前厅议室呢 居然重生在培训测粉的前衣 阿罗 你快去前厅伺候着 既然有贵客 欠我带满了 是 我也是 还来得及 只要远离这个催命年王 这一世 我就能好好活着了 阿妃是去哪儿呢 王妃 李卫星 我劝你最好安分 今日 没有本王的必须 你不准踏出房门班 王妃 可是身子不舒服 阿罗 我感觉好像快要死了 我这会儿浑身发了 头也晕得厉害 还有点想吐 王妃可是有喜了 王妃 这可是大喜事呢 王爷要是知道了 应该很高兴呢 对 阿罗 我就是有喜了 你快去寻王爷 告诉他 我有点点要紧的事 要跟他出来 是 王爷 什么要紧事 夫君 你马上就要当爹了 可曾看过大夫 几个月了 岳母 两三个月了 今天太晚了 明日 我叫阿罗 去叫大夫来仔细看看 如果本王的脑子没坏掉的话 离我二人上次同房是一月起 此前三月本王奉旨出京 是同谁有了首领 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胆子 说 神 王爷能不能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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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難了 正直到 一王造反各自獨酒 不是嗎 你不是我嗎 是我主 就算阻止的黑血 也阻止不了他的豬隊友嗎 不會帶團粉 連累我又死 黑龍魚下美景千萬別再敬 約定 我一容命 還信王造反特賜毒酒 小姐快醒醒了小姐 小姐又來到底有完沒完啊 我的兒子 你不活了 楊爺活不成了眼 京兒 老爺 你究竟在鬧什麼 要是你對一王不滿意 媒婦就是拼了這條老命 你不活了 你作為一定 牟 呀 秦氏 阿罗 惊喜何悉啊 永儿 我不是睡啥了 小姐 如今是永德九年的八月 永德九年 还永江 生生的高岂 还来得及 没假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秦儿 磨成了磨成了 要婚 不退也不行了 小姐 喝药吧 爹爹去退亲 还没有回来 我怎么还有点喝药啊 小姐 这婚事 奴婢乔宁前些日子 还挺开心的 怎么 怎么睡了一觉 就突然不愿意了 你还想 你不懂这些 也正常 像我这样细命的人 情爱与我而言 哪有活着重要 秦儿 怎么样了 爹 圣上 到底念着我柳氏一族 为朝廷多年尽心尽力 别说啊 当日不过一句戏言 如此 就才是罪了 退婚 死你目光短浅 不配与殿下 过程大义 不出数月 定要哭瞎在府中 后悔今日的退婚 想了也是 老编 大恩不言谢 都在碗里了 秦儿 虽然圣上 给了咱家极大的脸面 但是咱们 可不能不知好歹 还是少出去招人眼 在家好好养病 方式稳妥 成 爹 稳妥 稳妥 只要离了裴老六者催命府 我柳雷青 就还是一条谎犯 说 殿下 又被孟眼缠身了 是 说十年如一日 同一个吗 这次可看清楚 那女子容貌 哎呀 如今 陈王和义王 为征储君之位 斗的是你死我活 圣上 又缠绵病榻 朝中局势复杂 你当初退婚 以往是对的 那个裴老六 执念还真是事 还好 为父精挑细选 重新谓责了一门良讯 王将军家的长子 意标人来啊 哈哈哈哈 你说谁 王将军家的长子 上一世陪巡的猪队友 不可不可 三四啊爹 怎么了 王将军与我柳氏 也算是门当户对 王将军又无妻妻 唯有二辞 你嫁过去 就能当家作祖 府里唯一的女主人 还不可你自在的 王将军他 总之 他家不行 胡闹 一网不要 王将军长子也不要 你到底想要个 什么样的人呢 女儿只想寻音稳妥之人 安度此生 这些叫门之后 以后免不了 要打打杀杀 要是自以为是 去几个宾造个反生的 咱们都得陪着他 九族萧萧乐 休等我 你想要如何 女儿听说 明日紫月灯会 许多世家公子都会去 选武 不如选文 您是作对 总比打打杀杀好吧 女儿便去选一个 稳妥的文公子如何 她是 if you 空空距离在别近 你说要躲避回忆的结局 手机思绪在凋曳的心 却不愿平静 他是谁 有上书之旅 与王爷咱就不过 老板 这棵花灯怎么了 姑娘真是好眼光啊 那是小店的灯会奖品 无卖只送 只要猜灯迷 即可赢得奖品 猜灯迷 嗯 还是 鱼公子不会是 你不是老的独门子 你不是狼之子 我记得陪老六对他的评价是 鱼鸣赫 碌碌无为之辈 难堪大勇 碌碌无为好啊 不打眼 稳筒 公子怎么不写了 再多写一题 便能赢得头筹啊 猜灯迷 只是做个乐趣 我会说 老板 老板可将头筹 留给这只小筹 你接手里亲亲君子 最具难得的是低调又谦让 他真是相当稳投之 能否请公子现场赴诗一手 有座计 小店奖品可随意挑选 那可否将这点花灯送给这位姑娘 好 那自然是可以 谢谢 我不白拿你的花灯 你送我花灯 我与你一同复诗如好 一段佳话再好不过了 好诗 真是好诗啊 我与你一同复诗如好 我与你一同复诗如好 怎么会是他 现在我与培萱已经毫无关系 我干嘛还要怕他 这次家庭 一定不能与皇家扯上任何关系 保住小命最重要 就是这 你 看 你 你 我 我 我 哎呦不是我说 这瑜伽公子啊 那可是儒雅之礼满腹才学 礼部侍郎的独子 那将来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跟柳小姐呀简直是天错之合 前途不前途 我柳家不看重 关键是只要人够稳妥 哎呦稳妥相当稳妥 你看 愿意的母亲我愿意 姑娘家矜持一点 哪有你这样上胆着的 母亲于公子她为人稳妥 适合女儿心意 女儿但凭母亲做主 清儿啊 你与这瑜伽公子相识不过述缘 那就先定亲 必须尽快定下 我才能确定这次的命运 是真的改变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 那就看看吧 选个凉晨今日再定亲 也无妨 好 你与辱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这么晚才回来 今日朝堂上发生大事了 难道是培训的出了什么事了 你别卖官子了 圣上 立了义王为太子 奉天成月 皇帝赵约 六皇子培寻 日渺英旗 天资翠美 天意所属 自客尊出赵 在机典礼 普顺于情 警告天地 受以策保 立为太子 分礼数政 辅君监国 百思所奏 揭起太子觉知 亲子 陪老六 他这次居然成功上位了 真是错过了一门 天大的亲事啊 老爷 圣上怎么会立义王为太子啊 老爷 老爷 你倒是说呀 看来 我真是没有当太子妃的命了 就他那德行 如今当了太子 更是要拽得跟二五八万一样 殿下 这些都是地方官员 和藩王送来的合理 我既没干 看来他们对我坐上这个位子 很是意外 这么匆忙 这是谁的合理 这是玉石城 赵大人 天凉了 玉石城该换人了 是 这是李布侍郎 于大人送来的合理 李布侍郎 于大人 从前可是陈王的拥护着 没想到董哥这么快 如今还在电外董 于明哥 李布侍郎这次 传 是 臣拜见太子殿下 于世郎 快免礼 本王早就听闻 于是书香是假 博通经济 这孤本 本王找了许久 这里简直送到了本王心坎里 本王甚是感激 不敢不敢 赫礼乃是犬子背下 没想到竟然有幸得 殿下喜欢 很好 想逼令郎 也是腹中自华 才学匪浅 如今官拜几何 殿下见笑了 全子并未如实 如此可惜 不应该 千里马怎会不遇不乐 全子 生性淡薄 不过 在家中倒是时诚提起殿下 唯以殿下为榜样 说是若为官 也定要追随殿下 为国为民 万死不辞 虞大人有心了 有机会 定要见上一见 谢殿下上师 去吧 是 见殿下得事 是算他便得到殿下头上 明日东宫贺宴 你送份请帖 到柳尚书府上 务必亲自送去 是 怎么回事 有种不好的预感 哎呀别磨蹭了 迟到了不好 哎别 咱们能不能活去啊 哎呦 咱们前阵子 刚为了他的婚 他现在得失了 咱们可不能对不起 你可不能再胡闹了 走走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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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太子和殿上 那么多人 太子是何等身份 怎么会专门留意你 咱们就走个过场 回落子就行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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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李明晴 这哪有太子亲自出来 迎宾的道理啊 这不合理说 你懂什么 本王这叫清明 刘丁 我的好弟弟啊 二哥 哎 二哥哥 赫宴在东庭 大臣们都在等你呢 啊 都在等本王 那是当然 他们都说了 二哥不来 不开席 岂有自立 这可是东宫啊 不懂规矩 本王 这就去教导教导 怎么还没来 该不会是 你想我们在这儿 干什么 守株弹主 给我走 哎 星儿 你怎么对东库这么熟啊 还知道后门 猪了两辈子能不熟 懵的 爷 走后门 闻 闻的 刘尚书 你迟到了 太子殿下恕罪 路上车马拥堵 过来迟了些 别怒 别怒了 这位是 这位是臣的独女 刘月卿 清儿 我见过太子 见过太子 刘尚书 宴会繁忙 若有怠慢之处 还请见谅 太子殿下客气了 刘少叔 这 新修事案的东宫 你还没看过 主席带你好好过 这边请 来吧 这边请 刘姑娘 本王第一次见你 却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许是 陈女长得平平无奇 大街上随处可见 是吗 陈女头发就急 头疼得厉害 你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这女就是看到人多 就会心悸 那你去西厢房 你卷处休息吧 多谢 你来得正好 给我压爱情 不是 这不是您的呀 这 这 呀 谢谢 这这怎么比酒还累 哎呃过点 我看见面色不加 无助手下带您去府中 去休息 那也不结束 再与新转本 谢谢你 谢谢 什么回事 你怎么又有那么香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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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喝了多少酒啊 那天如今做了太子 都不跟哥哥亲家了 安心哪呀 韩震 送陈王回席座 陈王 安心哪 安心哪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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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也就醒了 韩仙韩醒了 把王自己走 嗯 之后要做的事 就不用把王叫了 是 太子知德 好 韩仙 好 行 弓箭 银行 原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毒酒 睡一下就好了 陪神 我不想死 要我不会让你死 陪神 老板掉下了 老板装 我老板的 我都不了 你还只能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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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ie 所以上新乡房 你眷出星星了 对对对 小女是有这个毛病 老夫喝了几杯忘了 太子殿下呢 就是 怎么还不见太子殿下 是啊 这么久了还不见太子殿下 这眼看着就要开谁了 这么久没动静 想必是成了 看来是本王这弟弟端起太子家 要做哥哥的 得好好说到他两句 这位大人 不如与本王一同 去迎迎咱们的太子殿下 好 咱们就随神王 一起迎接咱们的太子殿下 好 一起去迎接太子殿下 行 请 请 啊 饭也吃不少 找秦秦回家 殿下 怕不去再休息 这位大人 难道不想看看 太子殿下殷河缺席吗 真想啊 想啊 六弟啊 六弟啊 请诸位大人好等啊 人呢 好兄 本王刚刚小气了一会儿 真是失礼了 哈哈哈哈 六弟 你这 宴太不错呀 哎 六弟 你这 黄兄在找什么 不对啊 明明正 哈哈哈哈 六弟啊 作为黄兄 好说你啊 就 虽然身为太子 也不能如此失礼于臣前 黄兄说的在理 拜见太子殿下 让诸位久等了 本王准备了一个特殊景 给大人们住心 这老六 不想玩什么花样 请诸位 一致前院 殿下 这是发生什么 他应该是误喝了二哥 给本王准备的茶水 他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殿下 这位姑娘已经无碍 退下吧 是 刘卫荆 你还记得是谁 把你带到本王寝宫的吗 家丁 殿下 每个先进的家丁 对我暗卫确认身份 绝对安全 这死肯定是趁着 喝咽之气昏入其中 这东宫 我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哎呀刘卫 那是做什么 这刀剑都演了 一伤人怎么办 本宫的人 若是这点胆识都没有 如何记得了动工 是吗 皇兄 恭敬无言 哎哎刘卫 刘卫 没必要刘卫 还请无故 殿下 老真是不好惹 这里是 是你才招生过的 不是吧 永远亲 你都干了什么呀 太丢了 我是什么时候 背下的药 是长水 怎么比酒还累了 难道是那壶茶 目不及时 还是找到 敢在东宫洞上 看来他没有针对的是陪雪 又给他背锅 遇到他准备好事 没必要 六弟 抓住了 抓住他 走 快太子 是谁指使你给太子殿下下来 说 殿下 殿下饶命 殿下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六弟 此人一看就是 胆小懦弱之辈 哪有胆子 多害六弟 那皇兄觉得 是谁借给他的胆子 这 皇兄哪会知道 这次 只是个警告 胆敢在东宫造刺者 杀无赦 天 天天看 我走 天儿你怎么跑 咱们快走吧 太子府的水太师 呆不住 什么水 我在看看 多亏是咱们下有这遗弃啊 殿下 大老大 看成大老啊 是啊 大人该不害殿下 诸位大人 一定好 都回宴行吧 大人 咱们先 全都吃 王爷 请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在哪儿见吗 太子殿下 殿下 柳姑娘 心情好些了吗 嗯 那便好 父皇 今年春联会与网念不同 更有外邦使臣做客 外交非儿戏 六弟年纪尚小 虽然聪明 但到底经验不足 春联会一事 还是交由儿臣来办吧 雪儿 你印象如何呀 儿臣认为 二哥所言有理 儿臣的确经验不足 但还请父皇信任 让儿臣一事 毕竟 父皇既让儿臣辅佐监国 并不只能让儿臣 心有经验之事 六弟 各国帮交并非儿戏 岂能有你胡来 当成积累经验的试炼 父皇 六弟年轻气盛 不知轻重 春联会一事 还是交给儿臣吧 朕倒是觉得 雪儿说的有些道理 作为一国太子 若是连春联会都办不好 将来岂能担 国朝重任 我不服 父皇 你不能因为六弟是太子 你就偏袒他 那依你之见 此事该当如何决断呢 我 不如这样吧 朕将你二人锁立军功 用歌元之术表现出来 谁能射中自己的军功区 春联会就由谁来办 如何 比就比 全凭父皇决断 二位皇子 开始吧 二哥 请 这 这春联会一事 就由老六弟了 多谢二哥前掌 恭喜殿下 晚上丁丁的事情 无声欢喜 殿下 春联会上风光正好 要不要邀请柳姑娘先去啊 一群男人的角逐 她一个弱女子来干嘛 正因为是男人的角逐 才更应该让她见识一下 咱们殿下的风采啊 若是 春联会 多谢太子好意 只是 殿下吩咐了 说姑娘不应 让姑娘再看这份信 柳姑娘 上次献的人情若是不想还 本王就只能找你的未婚扶索 这是道德绑架 我哄你个裴老 裴老六 殿下 还有一事 说 陈王确实将目标锁定了枪国特使 上官宴 而且还安排了江湖杀手 准备在春联会上洞上 黄松的花样 还真是千篇一律 殿下出现过 若有枪国特使出事 对朝堂 对外报 都无法交代 不过 上官宴一直是遮面入关 从未有人见其真面 属下已准备好了提神 属下会将人引致猎城西面 将其一网打击 嗯 春联会也该热闹之后 只有这边 说是强国传统 除非遇到新疑男子 否则就一时一傻负面 若是矫情 也罢 春联会也没有其他女子 不难找 安排下去吧 是 那太子 太子怎么了 太子春联千才 况且狩猎期间危机四伏 也是情谊之中 不如 拿了 那是本帮弟弟 你说两句 你哪来的 那是本帮弟弟 那是本帮的弟弟 有姑娘 看着 有姑娘 您来迟了 春联会都开始了 不用管我 我也不会受令 我 我看看风景就好了 殿下临行前吩咐我了 让您在东营主帐等 好 只说要赴冤 可没说要打他 老大 这边怎么也有一个 老大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两个梦变女子 分头行动 您做事 放过 是 欲 主下会将人引致西面猎神 将西翼王打击 西面 这个方向 我 这 这 哎 哎 我 有埋伏 成了 有力 这次看你拿什么杠斗 救命啊 你们是谁 为何要追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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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聽到 發 這律師還是跑不過 沒有意見 裴老佑 你要想活命的话 就抓紧我 还真是太生怕死 多年来 本王一直梦到一名女子 她不会 也能记得你 殿下 梦到了什么 这名女子 给本王戴了一个绿帽 为了情夫 给本王下毒 哎呀 殿下 一个梦而已 做我的枕 做我的枕 这名女子 与柳姑娘 长得极像 殿下恕罪 都是陈宇的错 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在殿下面前 再也不露出这张恶毒的脸 真是狡猾之际 展开眼 看着我 这女不敢 为什么退婚 我 我只是 不想那么早嫁人吧 是不想嫁人 还是不想嫁本王 殿下 天色 已经不早了 还是赶紧回去比较好 你手上还有伤 耽误不动 本王累了 走不了了 好 那 陈女先回 听说这外面邻里 豺狼虎豹数之不尽 你打个试试 看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豺狼虎豹 臣女突然也觉得困义来袭 还是听天下的 明天再走吧 殿下 总算找到你了 柳姑娘怎么在这 爹 林香 您手怎么受伤了 喂 那 我们赶快带柳姑娘 等我回去吧 粉丝不早了 明天再说吧 那 柳少叔那边 罗氏禀包 老爷 你快想想办法 能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样 有没有清儿的下落 清儿平时去的地方 都四处寻过了 老爷 你要是清儿出了什么意外 那我也不要活了 不会有事的 快 快从夫人回房休息 老爷 东宫世卫统领 韩真求见 韩统领 快 请他进来 是 韩统领 大驾光临寒舍 不知有何贵干 柳姑娘昨日在春猎会 春猎会 行啊 去春猎会做事 那小女现在何处啊 柳姑娘 被临终的陷阱所困 啊 什么 不过 太子殿下也将姑娘做出 啊 那就好 那就是 殿下 为救姑娘受了伤 殿下受伤了 好在殿下现在也不大爱了 哎呀 柳姑娘 为报答殿下救命之恩 决定留下照顾殿下 啊 照顾殿下 应该的应该的 哈哈哈哈 谁这么死 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遇见你 云都忘了呼吸 混了你 风纵彩虹沉溺 所人天空几飞 再跌进 你说要 拖避回忆的结局 要收起 思绪 在凋液的心 却不愿平静 撑不住 想你 春光三十回 陪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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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陪玄 我不会真的把我一个人丢在这 也灵异你了吗 你是在找我吗 我 明明的缺炼 平淡 请因你 闯入我心怀 暗空缺一段年的期待 只等着相处笑容远爱 是你出现在我脑海 看走了我多少阴霾 殿下昨晚睡得如何 一夜无梦 你就在意我的心头存在 在于你终于 春晴了 呼吸 我为你成立 怎么现在才回来 知不知道爹爹有多担心啊 一点小差去 说大话长 好了 清儿刚回来 等一晚早餐再说 那就朝话短说 说说怎么去的春联会 还有 太子为何会因你而生 说好的稳妥行事呢 别问我 都在周里了 女儿先回房间休息 午饭住不要找我 没胃口 清儿 这这这 多大的胃口才叫有胃口啊 你解不辣吃你的 哎 春联会办得怎么样了 回父皇 一切顺利 父皇 儿臣听说 昨日枪国特使失踪了一夜 恐遭不测呀 怎么回事 哦 我想起来了 昨日六帝 好像也一夜未归 难道 雪儿 父皇放心 枪国特使安然无恙 儿臣确实查出 有歹人 对特使不利 不过现已抓获 不日便能查出 正幕后主使之人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难可暗海外邦使臣 此事 定当严查彻办 是 六帝 何人这么大胆 敢还枪国特使 刺客真的抓到了 关哪儿了 这关的地方安不安全 怎么 皇兄有兴趣管这事 哎 皇兄是怕你诸事烦心 皇兄竟然很闲 要不 我帮你审 哎 哎 真不需要帮忙啊 皇兄的能力 审一两个犯人 不在话下 也跟你试试 皇兄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哎 柳帝 真不需要帮忙啊 你找他这帮人 有没有职业道德 要么成功 要么自建 这不是道上的规矩吗 怎么还有被抓的 属下答应了 哎 我 王爷留名 属下还有一计 说 既然太子要审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连同太子一起 干啥 干什么干 我要把你干了行不行 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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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蠢肉猪狗 看来殿下 很是喜欢于大人送来的这套茶区啊 于大人 本王怎么把他给忘了 东宫私信局长是一职 师父还空着 是 殿下可是有合适的人选了 于明鹤 裴旭 臣女突然也觉得不亏你来袭 还是听殿下的 明天再走吧 你们是谁 为何要追我 只要是他 就会有危险 不能再拖下去 秦儿 我有话要对你说 秦儿 我有话要对你说 终于开枪 你先上 太子殿下有意提拔我 让我在东宫掌管私信局 入东宫 你之前不是说你想开一家书院吗 从前呢 想开家书院 也只是下下之罪 如今得到的太子赏识 当然 要另有仇话了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谋个一官半职呢 可是 半军如半虎 在楚军身边做事 未必太平 放心 秦儿 我不会参与朝当之事 只是边这儿说几罢了 秦儿 你愿意 任我聊两忙 秦儿 明日便是少爷节了 咱们再逛一次等会 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好 好 那我们明天讲 我先回东宫复命了 东宫藏书果然名不虚传 东宫第九卷是六语经书 南宫第六卷是史书经传 西架是诸子兵术 北架是诗词歌赋 不愧是太子殿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文能提笔安天下 于公子 也是京都文明的才高八道学富武称 而且 还能写一首好字 太子殿下 还借过成的字 自然是借过 而且 记忆有记 我都要这么 别人也都是这样 怎么了 青儿 嗯 爹 名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正所谓 利之所在 天下屈之 天下屈之 听起来确实很有人 那老爹呢 人生苦短 灵力 都是富家 咱们柳家 有四不忘 四不忘 不忘曲 不忘语 不忘想 不忘求 不忘曲 不忘语 不忘想 不忘求 殿下 今日私情局 我已腾超完毕 臣 可否走日出宫 今日是上元节 看来 于公子是与家人有约 实不相瞒 臣 确实与柳家小姐有约 去吧 谢殿下 殿下 这就是传说中的 玉良笔吗 嗯 这是本王今日进宫 父皇赏赐的 这笔千金难求 殿下 可否皆臣 乖莫义 既然于公子如此喜欢 不如玉笔提示一首 如果提得好的话 本王就将此笔 赠予于公子 谢谢殿下 小姐 今天城中 好生热闹啊 天下兮兮 皆为丽然 天下荣荣 小姐 你说这话 我怎么听不太懂呢 阿龙 您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等公子就行 他应该在路上 是 我跟他从这里开始 也在这里结束 怎么回事 也在上头 喝醉了 所以一共走一会 是 我还能 等一下 老板 这个花灯怎么办 这姑娘又来才等你啊 看来柳姑娘 是常客 碰巧 得过一盏花灯吧 老板 我要这个花灯 这才花灯 柳姑娘是最知道规矩的 那便有老柳姑娘 只不过一掌发灯罢了 您想要 去让我这个小女子来猜 传出去 朋友不妥吧 我倒是觉得 只要是你 没什么不妥 听 遇见你 云都忘了呼吸 混了你 风纵彩虹沉溺 所在天空距离 在跌尽 你说要 躲避回忆的结局 要收起 自信 在凋液的心 却不愿平静 沉不住心 这花灯 切手 如果柳姑娘 再提示一什么话 就够好 今天不早了 我要回忆 是有些晚来 若再让人知道 回忆柳姑娘 现在还在一起 传出去 却是不懂 却留平台 请你明明 闯入我心怀 那您 想让我去成事呢 这个神经 那本语 你怎么会 在我脑海 走到我 多少明白 后来又 想看着 轻微的爱 你就在 我的心头存在 欲痛有恥 人而无恥 来拍点人 欲痛有恥 人而无恥 不痛 不痛 稍后 忽略了 曾经 你的是 清儿 我 我昨日 撰写文书太枝 所以 我 我失约于你 无妨的 你公务繁忙 也请有可原 清儿 太子殿下 如今也为时 器重于我 香酒很快 就能平步青云 到时候风冠败火 这是时间问题 欲公子 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轻轻不惜锁创春 去坐长秋 走马身 月清 你是怪本王 今日老落了你吗 这事我看不懂 不过月清 你要是对我锁了窗 我定拆了整个面墙 离开 毕竟 骂 离开 殿下怎么又在写这首诗啊 本王总觉得这些年 忘了很多重要的事 那如今殿下可曾记起 快了 王爷 您让手下盯着太子 这些日子总算有了收获 哦 说来听听 太子昨日和一女子也游上元节灯会了 听了那么久 就知道 堂堂东宫之主 有几个女儿算什么 王爷息怒 手下还没说完 那女子 乃柳尚书之女 柳月青 学君尚书之女 堂堂太子配不上 可那女子前些日子 刚跟于侍郎之子定亲 且那于家公子 如今还在东宫任职 柳月青 太子 于小子 有趣 有趣啊 殿下 臣 坐着殿前失礼了 无妨 谁和自己是 殿下 昨日失去少年节了 行 你还有什么事吗 哦 不是 是现在的 您的花灯 只要是你提的 都好 陈王殿下 早就听闻于公子 博学多彩 深得太子气准 如今看来 前途不可限量 陈王殿下 谬子 只是于公子 这心也太大了 殿下 这是何意啊 于公子 这一步说话 殿下 能跟陈王和于明赫 一道走了 知道了 殿下 怕是陈王又想射箭尸段 黄兄只不过是想找一个人 闹闹本王的家长罢 不必惊惶 倒是这于明赫 本王觉得 他不是什么心无旁骛之位 千万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是 属下一定会定解他 上元节那夜 本王手下 曾亲眼看到 我六弟 跟柳家女儿 在当事相会 还有 春略会那次 他们二人 在荒郊野里共处 说不定 是那一二人 就情复然呢 就情 于公子前人不知 那本王多嘴了 成王殿下 但是无妨 我父皇 曾赐婚六弟 和柳尚书之女 我六弟 对子文亲事 也是是满意 可不知为何 这柳家女儿突然退婚 还答应了你们于家的提前 而你 恰巧进了东宫 陈王的意思是 太子殿下并非有意 扶持我 而是想借此机会 报复在下 哎 本王可没有这么想 不过 哎 我这六弟啊 什么都好 就是霸道了些 自私了些 哎 从小就这样 哎 这些都是本王瞎猜的 说不定 太子是看中了于公子的才华 才招入东宫呢 公子现在 已经在东宫 为以重任了吗 只是一个 无甚实权的文书吧 于公子 不要气馁 本王早就听说 于家而郎你 才高八道 实不相反 本王对你 亲爱的家族 只可惜还未来得及出手 就会挺有力气的 如今 你若另谋出入 本王愿意为你筹谋一二 陈王的意思是 把这本书 来给你们家父子 就说是太子府的草书 小朋友 来 这个跟你在藏乎了 书给我好不好 去吧 等一下 此书记载的前朝就是辉煌 案犯我超无能 看来陈王这次真是 他还不至于做出动摇 国之根本的事来 是 于明鹤 那属下派进军 我可 出进军 肯定会让朝堂知道 父皇若知 必然会严惩 撰写此书之 一证超纲 到时候 受牵连的不只是陈王 还有别有用心之人 会借此机会 铲除一几 殿下 是怕牵连到老家 那属下 先开安慰 将于明鹤收养 压住此事 什么 这于明鹤发什么疯 本王只是让他撰写 关于太子的风流事迹 他倒 还尽力发挥 王爷 太子有意压下此事 还秘密处理 想必不会传到王爷这 那就好 那就好 传令下去 这几日陈王府 闭门谢客 是 小姐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变变撞撞的像什么样子 小姐不好了 瑜伽公子失踪了 失踪 怎么回事 瑜伽刚来人 只说 瑜伽早二日前 瑜伽前往东宫 之后就再没见回来过 瑜伽也盘查了 好像瑜伽子 去了东宫之后 就再没出来过 东宫 小姐 莫不是 这瑜伽公子在做事时 触弄了太子 被太子私下处理掉了 培训此人向来小姐 难不成这回 真的要借机报复 阿罗 我先出去一趟 你给瑜伽带句话 让他们不必有心 我会尽快把事情查清楚 是 本王以为 第一个来东宫的 会是瑜伽人 没想的是你 殿下 若臣女平日有冒犯之处 任凭殿下发露 若宇公子有得罪殿下的地方 臣女也原替他受罚 柳月卿 可真是不知好歹 祸乱朝纲之罪 你受得气吗 殿下何以 你说渔民赫是端方君子 那本王就让你看看 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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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起来的 是殿下 盈儿 你帮我向殿下救出秦吧 这鬼地方我一刻也带不下去了 制造舆论 祸乱朝纲 污蔑太子 于明河 宁可这次短短不过二十字 便能让你瑜伽满门超载 看来真的是你做的 静儿 静儿 是我终于梦了心 闺蜜心跳提醒查业所的措施 静儿 我错了 你和太子殿下关系那么好 你帮我求求静儿 帮我求求静儿好不好 我不想死 我又知道你和太子殿下之前有过婚约 我不在意的 说情 说情他给放你接完 就说明他肯定对你运行的一样 你的话他心许会 明明和你够了 你真是让我失望头顶 静儿 若培训未发觉 东宫罪名做事 培训这个太子不死 也要被废除了放吗 殿下 想怎么处置于命和随意 只求别牵连于家中人 他竟然没帮余命和求情 那承女就向告退了 以为重来的事 我自己选了个稳妥的归宿 可到头来 还是你找过 陛下 那余命和如何处置 霸击官职 重挡三十丈 从今以后 朝内永不乐 未免太便宜他了 今日之后 此事不可再提 太子殿下此次不去前线饶你命 望你以后石像做人 更别想再去招人 不该招找人 小人 明白 好不容易攀上了太子 怎么整理个文书还会出错 是不是那柳氏犯了什么错 得罪了太子 你给他顶报了 不可亲儿的事 早就传闻柳氏跟太子 还是一王石就被退过亲 你呀 接了个二手货 还把他当个宝 你看看你现在 伤成什么样子 我看这门亲事 太会气了 还是趁早退了吧 退婚 凌天金八字太硬 与我家余命和不太合适 二人在一起恐伤天和 不是和过八字吗 之前说是天作之和 怎么会八字太硬呢 于是了 这理由 未免有些 太牵强了吧 这才定亲不久 我儿就遭了难 还丢了官职 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你 于是了 你休要先口开河 好了 柳少叔 咱们也别伤了和气 令千金被退婚 也不是第一次 一回伤二回首 咱们就走个流程吧 好 夫人 刘公子 这是你的意思吗 我 玉明鹤 你说 是你的意思吗 阿罗 你先带母亲进去歇息 亲儿 母亲放心 金儿知道该怎么做 殿下 何事 今日 于明鹤去柳家退婚了 退婚 对啊 那于明鹤 看着蠢的 也算是个全都等人化的 是你擅作主张 让他去退婚的 我 殿下 那于明鹤 本就两面三刀 虚伪巧诈 本就不是良配 而且殿下本来就对着 虎伪又有意思 有意又如何 就算是本王想要的 也让他留略起心甘情愿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 殿下 不许不来 亲儿 退婚不是我的意思 不管于公子有什么难处 先谢过于公子 不取证 不过 这退婚书 得由我来写 你 我于家书香门第 岂有被人退婚之礼 于大人别忘了 我柳氏也是百年世家 若陪你家儿子百般求去 爹 能攀得上这门妻 爹 不必于此人多费口识 就少说 大家同朝为官 难道你要弃我 官职地位吗 我还是清清白白 端仓君子 二零千金三番四次勾搭太子殿下 就请你们退婚之礼 天 你 余大人好生威 连本王的谣言也敢出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天下 柳姑娘当初义无反顾退了本王的婚 却选了这么个懦弱无能之辈 可曾后悔 我 我 太子殿下 刚才都是误会 我同柳大人说笑呢 余大人 正爱管本王的私事 那你便给本王听清楚 是 从始至终 是柳姑娘看不上本王 但本王唯一想取之人 只有柳月轻一臣 是 至如今 柳姑娘悬崖勒马 飞一颗会与酒 那代表本王还有机会 只要月轻愿意 本王随时想取 太子殿下 臣女小终吗 殿下才是人中容重 岂是一般无能之辈可 殿下 月轻愿与殿下再集联络 亲爱 黑魂并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一世心情不入 我只如何选择 别好 够了 太子殿下 是小二有眼无珠 既然婚事已退 殿下 微臣就不多地理 告辞 你一次 还嫌丢人得的不够 放了 刚刚 多谢太子殿下警卫 殿下厅内 稍作歇息 请一步 我们家清儿 什么时候跟太子殿下 关系这般好吗 殿下说 非清儿不娶 逼迫我一个小女子 很有意思吗 太子殿下 传出去你这就是手段肮脏 抢夺陈妻 那你又如何 当初你不退婚就没这么多事 还不是你贪生怕死 想是运行高兴 你说话 可要讲证据 我梦到你 你的证据在梦里 我的证据应该在世人眼中 还有 你偏偏梦到我干什么 难道是你有所思 也有所梦啊 对啊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本就应该属于我 公送太子殿下 臭不要脸的裴老令 柳月清 柳姑娘 这花瓶 是太后遇死珍贵之物 京城少有 臣女 定会赔偿殿下 怎么 你当时是寻常百姓家的过腕瓢盆吗 烦我弄有个价 殿下开个价吧 看来是有备案来 一共是六千七百两百姓 这么多 你明抢得了 怎么 柳姑娘想来张 这个傻千刀的 本王倒是不介意 让柳尚书来评评理 算算张 别别 这些宝贝啊 再过些年 只爹会翻一翻 爹 我要是被绑架了 您会来救我吗 那谁敢动你 爹指定跟他拼命 不用你拼命 如果劫匪要输亲呢 您会用您的四方钱来救我呢 爹给你画了个大饼 你想要爹的命啊 不需要你 完了完了 柳姑娘可是想到解决之法了 病内容 若是还不了的话 以本王之鉴 便留在东宫当职吧 按每月扣住俸禄 直到还签为止 如何 好那么大 挂了这么一个大坑坑 殿下 这么大的事 我还是回去 跟父亲商量一下 再决定比较好 救命啊 韩真笔墨 让柳姑娘加书一光 别柳上书 是 也好 有了呢 其心莫惊惊 只是说来话长 在东宫出了些许意外 须还债六千 父母亲若有闲钱 可考虑为儿属世 若明日未见银两 而便只能留在东宫 卖身打工抵债 无碍无碍 东宫都冷下了 父亲母亲乌云 总之儿债还钱便回 清儿要在东宫办宅 很妥吗 就算爹爹不管我 母亲总不至于不管我了 殿下 臣女还是觉得不妥 长期留在东宫 恐有损殿下轻侣 已来非议 你未嫁 我也去 何来非议 可是 你 我儿勿念 安心办差 欠我惹得殿下不快 看太子殿下 那个护独子的样子 哪有不稳妥之说 那就好 这父女亲还真是寡诞 十号不早了 请柳姑娘一部西厢房休息吧 所以你约我去春猎会 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替身 看到我遇险后 你要救得人也是上官宴 感情你在这跟我玩替身文学呢 本来就是要远离这个催眠阳 这下 被套牢 这么给爸一层皮 肯定出不去 受不了了 给我个痛快吧 帅了 帅 这几日 太子那儿可有什么动静 王爷 太子近日基本不出动工 这么安凡 有蹊跷 去看看 殿下 是你 你来东宫干什么 殿下 快走 本王只是让你写一些关于他的风流运势 你却背着本王狗逆 怎么了 你想毛害太子 你有几个脑袋够摘 算你聪明 没出卖本王 王爷 是在下预论 快没心窍 犯下大错 手机朝中也容不下我 我恐怕再无翻身直直 就王爷给在下指条明路 忘了 起来吧 本王 我 我 快点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姑娘 有位姑娘的亲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亲人 今日山市 成交自主林间 本王山是他 属下也是 不过他下来分不清东南西北 若是找不到回东宫的路怎么办 殿下您怎么知道 殿下你等等我 怎么是你 秦岸 游公子请自重 秦岸 我错了 我不应该去退婚 如今我马上要远赴关外 此生可不财物归期 说到的经证 我唯一放不下的只有你 你可愿 与我一旁走 不愿 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可以开家书院 交出育人 我们 我们简简单单的生活 是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都可以给你的 我曾经的确是那么想吗 一心 只想学义最最稳妥致 安度此事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放下一切 和你安度此生 放下什么 你的虚弄还是自大 权和力逼后 你第一个弃的就是我 不是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还好你给我上了一课 所求安忍 不过是还没遇到值得冒险的人 多少慌张的选择 都是因为 没有遇到真正想选的人 谢谢你教会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真正想选的人 他说的是殿下命 主人呢 啊 殿下英明 那你真正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是裴徐 放开 是不是裴徐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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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此心不及 从今往后 不准踏入京城半步 否则 我让你有来无回 你放我下来 你扭伤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通 本王一向帮我证 别动了 不知道啊 青子伤惊动骨 重子半身不随 你 你为什么会去哪里 如果 那 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你都记住了 他记住什么了 天色不早了 早点 休息吧 好 没事 我自己睡 别急 先是安稳 和情之所重 你都可以用 殿下 击报 殿下 您让清兵随先护送个粮草 你接了 边境清兵回报 并未收到万份朝廷拨过去的粮草 如今边境动乱 纷纷上报朝廷 希望重新往边境被送新的粮草 听着来 常文太殿下 得下扣押 军中粮草 导致 天陷无量 圣上 太子出境 竟然出现如此之事 恐怕 扣押粮草是想 就怕粮草 养错了军 于是 修得细可思皇 阮京城 谁不知太子 专横独断 我而不过在他府中撕经常事 不知做错了什么 也没他发落出关 就不录用 粮草一事迫在危险 于是拿着点家事 还是别来一项大包的 你 王将军 此事 你怎么看 少少 此事 恐有蹊跷 太子殿下仁义相善 义心卫国 惯然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连击粮草一事 确实已点甚 王将军 朕 命令即可 前往边关 彻查粮草之事 臣 领命 袁爱卿 还有什么事 请圣上问我等做主啊 这是朝中被太子专横指财的官员 联名奏书 婉儿一分令上书之女 太子却逼迫微臣退了婚 她却马不停替下了聘礼 此等手段与强乘民女有何区别 可怜婉儿一心放火 却遭与此等婚快能太子啊 王爷 喜报 说来听听 太子因为押育粮草出了皮膜 导致前线粮草危机 正常震怒 要将太子进族了 此事有蹊跷 这是父皇说的说的 老六的事情我听说了 虽然他平时奸诈狡化 无恶不做 心有诚服 老谋 是 算了 可就算他平时再胡作非为 您也不能因为几句不实的留言 就把他给关起来 这有点太草率了 那粮草之事 你猜是为何 定是有人 居心叵测的要害老六啊 连你都能看出来的事 难道朕就看不出来吗 不是 朕将他暂时进族 一是为了避嫌 二 他也时事 有些锋芒太盛 朕已让王将军 启程前往边境 彻查粮草之事 是黑是白 自已定了 父皇圣名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今日太子共犯了 不能陪众不能用伤 爱子接纸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孟天承运皇帝赵约 太子北云 连国期间 俗乎军务 雅运粮草一事 敢辞其咎 德行有归 乱生载荡 一日起收回厕保 禁足东宫 无阵手遇不得出宫 亲子 等等 听上口遇 数字狂妄 让他好好跪着反省 太子殿下 请 今夜 应该有语 妥妥 陪秦 不过后行 这几月在东北 多得殿下招呼 我怕以后这份恩情关不上 也是 你总会设计 还在做什么 一切肯定后失去爱人身上 不如从心里的心 天下这一期 请先让我一回殿下希望 月色白了头 说以后 不徒又有酒 一起走 却闹人海中满游 惊喜着手 目光避风温柔 时间带走了你我之间的所有 回忆却都不保留 心动在雨里邂逅 不过是这等什么交流 天亮夜的心都停留 时间带不着陈落与你的相守 虽然来不离开 喝吧 好 我来 现在可以告诉我 当初为何要退婚了吗 你怎么这么记仇 这是我的心机 因为 怕了 怕什么 总不能告诉他我怕死啊 没什么 现在不怕 真的 如今的培训 坐视稳度 上一世的结局 必然不会发生在这一世 这几日 你先回家 就不用来东宫了 我父皇的手遇 任何人不能见我 放心 等事过之后 本王定会亲自接你回来 毕竟 尚首大人已经收了本王的聘礼 殿下 那我先快放收拾了 圣上已经派王将军去边境查明真相 王将军 小心 快去给我进步 梁草一世 我怀疑有人理应外合 明日等王坤起程后 你去一趟边境 是 此时不可走落半点风生 若我没记错 前两世 这个王将军也是培训身边的得力干脚 后来培训被刺死 他却不知所措 还有上一世 我明明将培训软禁 能力一世 又是如何暴露的 或许他原本就有不成之心 不行 去往边境的路上危险重重 为父不放心 更何况 此事圣上已经派人去查了 用不上你再跑一趟 不管您同不同意 我都一定要去 培训为人如何 自他江国以来有多少成就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怎么会做出汉污凉草之事呢 若是当真有人嫌暗 他难以自证清白 东宫落难 届时 收了东宫聘礼的柳尚书也难逃干系 你 你 这是在威胁老爹 女儿不敢 那那那你去吧 但是回来的话不准 再被聘礼了 都还没午热呢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 也不知道是太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的 儿啊 你第一次出远门 要照顾好自己 千万 别委屈了自己 风惨露醋的 这是为父给你沉甸甸的爱 你 你可得省着点花呀 好吗 好了 你为什么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 这一道也用我一份 你快给钱 你放心吧 有了你这份沉甸甸的爱 你又绝对不会委屈自己的 如此甚好 好了 如此甚好 你倒是放手 谢谢点 也罢 雨打不中流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去吧 爹 娘 大恩不言信 等我回来 一定快好好孝敬你们的 阿罗 帮我照顾好爹娘 放心吧 小心 去吧 小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还支付她们 你们那天说的我都听到了 你 你不会是想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 真是启事儿戏 去边境的路上一路危险重重 若是殿下知道 他一定会砍了我的 我保证 查清真相我就回来 绝不影响你的任务 不然我就自己去 你是难不住啊 军师 果然好计刺 如今那裴巡 因为粮草一事 被皇帝禁足 边境大军 必定受限 到时候发起起袭 他们没有反应的时间 必然 被我们一网打尽 老帅顾子 在下只是略经面拨着 是大帅英明生 才能将此事做的事 为之规矩 如今 行事大 待本帅大业以常定 给军师加冠进决 许你荣华富贵 那便谢过大帅 你们怕是高兴的太子 皇帝 虽然因为粮草一事 将太子禁足 但 也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 我此次来 就是奉了皇帝的旨意 彻查粮草 和流言一事 那我们这不是白忙活了 那又如何 这世上能杀人的不止力气 还有三寸不烂之蛇 鹰一旦种下 只要再推波助澜一番 即使圣上再信任佩雪 也要屈服于这天下悠悠之口 军师的意思是 你们二人不是本帝人 没事做什么 这位大哥 我们二人寻亲畏骨 路过此地 寻亲的呀 再往前就临近边境了 你们啊 还是趁早回去吧 这四周都不太平 多谢大哥提醒 公子 今日天色已晚 不如便在此处借宿一夜 明日一早再赶路不迟 好啊 那 大哥 我瞧你们主播二人 也不像坏人 若不嫌弃 我家里还有间空房 你们便在我家住一半 明日再走吧 谢谢大哥 所以 只要坐视太子失德 众人定然会不满太子经过 届时 我们再退一步 也是师叔有名 黄狐正 哈哈哈哈 好一个一时二点啊 晴晴 佩许 你过来 这就是传闻中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培许 韩正 去看看 好 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还能有什么事 最近战事知己 边境军队这两天在到处蒸凉 有凉的交凉 没凉的交人 那还有人交啊 这凉 要是再争几回 我们也快活不下去了 你们是外地人 赶紧去躲起来吧 孩子蒸凉可耽误不得 动作都没老子快点 这么紧 你咋发叫花子呢 还不给我塞牙缝的 隔夜饶命 小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家中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 还有两个孩子都需要吃饭啊 都八十岁了还活着干什么 可以送他入土了 各位乡亲 体谅一下 太子下令 也是货不得已 若是没有粮食 我们的兵食不饱肚子 拿不动刀 怎么保家为国 我保家王 所有人 我们都活不了了 一看胡言 你们是什么人 敢插手军务 不要命了 不要命的是你们 掐紧太子之名 坑蒙拐骗 烧杀抢队 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 你是何人 敢说我们假冒 有何评证 你们说自己是奉太子之名 又有何评证 我 太子之下严苛 军法严明 绝不会强略百姓 更不会随便抓人充军 你们说是太子的意思 行事 却与流口匪徒无异 若不是借着太子清兵的名团 四处掳掠百姓 故意败坏太子名声 你们军心何在 不知我们百姓的中命 这冒充太子的名 是不是世界太大了 好你胡言乱语的疯子 抢了你二人的头颅 抢了这些拒不相中的刁片 你先带着苏元的走 大家快走 走 杀 说你们为何冒充太子清兵 四处正兵 什么脚暴 我们就是 就是父才正兵的太子清兵 再不说实话 我们就下来 说的就是实话 收上水粮食 全都是父皇军营的 还敢胡说 既然如此 蒸的粮在哪里 带我们去 请出示大帅手运 大帅让我来确认一下 老运往军营的粮草 还不快让开 大人说 可是 还不快滚 就准备车马 要是耽误了明日预粮 老子载了你们 试试 算你试试 都是道客了 还发霉了不能吃 这就是你们往边境送的粮食 都在这了 不是都看到了 你们从村民那儿蒸的粮呢 我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是 还真 蟹的一条胳膊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天天一凉 累都累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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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将自等粮草运往边境 把好的粮草运往其他地方 异域河外 是不是在饲养兵吗 那个人是谁 说 是太子下令带我粮草 如今 粮草运往何处 死兵何人在呀 答案 不是很明显了吗 当个污蔑太子 你找死 你们约好什么时候把粮食运往西北大营 说话 三日后 此时 大营交接 公子 此时飞动小客 必须组伤记忆 走 二位公子 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冒充太子金碧恶意争粮 现在粮食找回来了 大家快拿去分了吧 谢谢二人 你们真是敬意我们全身人呢 大营严重了 只求再收到我们机枉 应该的 应该的 大家伙 来把粮食都分了 快去吧 有姑娘真不愧是殿下选中的太子 错 是我选了她 韩真 殿下亲兵可在附近有扎营 有 不愿 往北二十里 那劳烦跑一趟 我有钥匙相声 好 走 刘姑娘 这位便是我跟你说的云丘云统领 刘姑娘 云统领 如今情势危急 我就长话段说 我们在来边境的路上 遇到有人假冒太子清兵 四处暴力争粮 简直荒唐 我们随其粮草 却也不能强逼百姓了 是有人用太子的名义剥削百姓 毁坏殿下声誉 我怀疑 军中可能出了奸细 是我属于宽数 不仅令男人有可乘之机 枪害百姓 更险险害的太子 万千不复 好在现象的首领 已经被我们侵入 那便可以顺藤摸瓜 在他们有所动作之前 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对方的实力 贸然冲力 只怕会打草惊事 日后想要追查 只怕会难上加难 那姨姑娘所见 该当如何 韩正 你现在立刻赶往东 把这里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地下 我和云同领 尽量拖住他们 通知殿下早做准备 不行 刘姑娘一人在这儿 太危险了 放心 有云同领在呢 我定然 誓死保护姑娘安全 好 那我现在就继续 白雪 怎么会做这样的吗 你倒是有闲情意志在这下棋啊 外面太子失德的消息都满天飞了 黄兄怎么来了 来落井下石啊 一个人下棋有什么意思 黄兄陪你下 好 廖弟 你好像变得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是吗 自从淑妃死后 你是拼了命的证 够心狠手浪 命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你 怎么如今争到了太子 就不争了 怎么 你不想做皇帝了 黄兄还是跟以前一样 心直口快 听说这次你为我说情 为父皇责骂 我哪会为你求情 我是派你被那些 不明不白的人给坑了 你是本王的对手 他们都不配 跟你呢 我就最烦你这冠冕堂皇的模样 你跟我说句实话会死啊 从前我是为了母妃的遗愿 为了父皇的眼光 为了预转自己的雄心抱负 总之我想着可以有很多原因 但是后来遇到一个人 他明明那么怕死 却还要陪我 又胆小 又勇 索求安 不过是还没遇到值得冒险的 我怎么忍心让他再冒险呢 忽然 就有些不想争了 安稳点其实也挺好的 你说呢 柳月青是吧 你直接把他名字得了呗 我跟你争了那么多年 你没说让让我 太阴暗 你不争了 你置我于何地 你把我当对手了吗 从未 二哥永远是我二哥 胜负一分 还来吗 你是给我灌迷药了 不行 出来出来出来 骆子无悔 阿哥 殿下 殿下 你怎么回来了 殿下 梁草一世已经查清 是有人刻意为之 盗取梁草私养兵吗 有姑娘担心 可以让属下回京北报 何人如此大胆 什么 李可月青在哪 那日 殿下与属下密谈 有姑娘全停了去 一定要和属下 一起前往明镜 属下妞过 是 胡闹 殿下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被骂 殿下 你还带电毒漆 二哥永远是我二哥 一生二哥 大过天 你就放心地去 上下探局 二哥给你安排 你们约好什么时候 把粮食送往西北大营 三日后 此时 大营就见 来不及了 云通领 今晚必须去一趟西北大营 可是 韩通领还未回来 这恐怕 没时间了 今晚 是他们约定的交粮值 若迟迟等不到人去 他们必定会起义气 若让他们转移的镇定 我们再找就拿了 可是柳姑娘身份尊贵 贸然涉嫌 殿下怪罪下来 属下等万死 也难自欺救我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 此事 可不能再耽误了 云通领 稍后我们假扮成 夜凉事兵 混入西北大营 尽量给殿下 争取时间即可 柳姑娘 我们的人 和廖草都已经安排好了 各位兄弟都辛苦了 首先去吃饭吧 借车的事情 交给他们就行了 是 算你失去 女侠 我都听你们的带你们来了 放我走行吗 别急 还早 将军 我真是的 今日 怎么时了这么久啊 各位将军 山路难走 让我擦时间 行了 扔过去吧 是 哎将军 兄弟们这些天都辛苦了 我这队里 今天收了两头羊 不知将军您 想不想吃 只想现在吃 还是羊肥了吃 既然有羊 那就全在了下酒吧 有杀 不了我 人呢 公子这几日去哪里了 大哥 我叫公子呢 他们刚刚带着柴房里的人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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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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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条件简陋 只有一张 行 那你在这睡 我去哪里 一个人来到这里 我害怕 怕 但是我相信 你会来 不悠悠悠就一起走 喧闹人海中漫游 牵起你的手 目光逼一封温柔 时间带到了你我之间的所有 回忆却偷偷偷偷流 心动在雨里邂逅 不过是差点一瞬不交流 点亮有个心动 都放在你的床上 殿下 属下已将所有叛军收检 但据王亏所说 此次计划 还有藩王施乐明的参与 恐怕他没这个脑子 殿下放心 属下已经让人沿路搜索 施乐明及其同伙 一定逃不了多远 此次多亏殿下及时赶到 振奋军心 使得我军反败为胜 边境叛军虽然已出 但周边百姓已经受其迫害 还需安顿 殿下日夜间成 先在此休息几日 上下的交给属下就好 你是在担心我吗 谁担心 真的假的 假的 王坤这个鸟人竟敢耍老子 说好的正来的梁归老子 现在竟用这些猪石来打方位帅 大少息怒 此时空有奇迷 但属下先去西北大营查他一番 那就有劳军事了 清儿 外面封道 我去交代他们回京之事 我去交代他们回京之事 为什么 雲巡 你是谁 清儿 好久不见了 鸣鸣鸣 怎么是你 清儿 你我之间 也就这么说了 我们本就不说 又何来身份之处 你说的对 如今你是未来的太子 身份高 我只不过是浪迹天涯的孤魂而已 哪里配得上于你说自己 于明赫 等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你当初不顾一切栽赃培学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 说白了 不过是你心成恶明 自作自受罢 我本 断放军死 我本该勾结一生 是你们 你们把我一步步逼成这样的 害你的从事之中是你自己 若不是你贪心过失 又怎会鬼迷心潮犯下大错 不过你俩的命格真的大了 我按战之处活下来 施乐明那个准虎 这就是小手的办法 我该他去死 那就有老件事了 我不要 我让你不要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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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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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俊王坤所说的 此次计划 还有藩王施乐明的才能 恐怕他没这个脑子 居然是你 是 是我 不过清儿 你知道吗 太晚了 你和云秋心押送网坑回城 我处理完边境事务 再回去会合 是 对了 我交代你办的事情呢 不如使命 这可是属下跑了三十里路 才找到的 好了 进你一口 殿下 都准备好了 属下就先出发了 叶青 叶青 柳月轻散我手里 若想救我 今日此时更快 这一天 余明赫 我早该猜到你 这一切是你这么好事 怎么样 太子店 我也不算是丢路无等之位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让你们团聚 如今人都急了 那我们就开始算账 李明赫 你有什么仇着我来 放 可不 这一场戏 一个人不少 今日 我就要你死 秦儿 秦儿 你先仔细看看 你的培训 是从何被牵到万块 你不躲 太子店上可小心的 明日月轻的还在我手里 小婉 受伤了 太子店下可要注意点 您的乐器 可是会心痛 他想要脱过筹尾 就是七万一 可是 可是 他们拿的每把刀 是什么 我刚才 我一心被人中 就是 我一心被人中 哎呦 我 死 死 死 让我与你 我 我 不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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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死在我手里 也不算委屈你吧 你放心 你死去后 我 我会送你的亲啊 这剑 成全你们这一句话 干净 我不是人要 余明浩 干什么 没失去 你 卑雪 卑雪 你 你还好 你还好 你怎么流血了 没事 你怎么流的这么多心 已经没事了 卑雪 卑雪 你不要吓我 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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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nh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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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雪 你 回到 我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是在上元节吗 你怎么会记得 我记得 当时我父皇 刚奉我为遗忘 要出宫的时候 我就想去看看 面前的上元节 后来 我人心事难得 说天底下没有他不熟的路 将我回去赔钱 吃过糖以后我们去炒朋友 那年当会 你给我的你个他 好吃吗 天 此生最甜 后来 我才发现 他会开在南极 等后来 我不是带你去 才都没有 等你是我最重 想必是你拿走 那兔子都不是让你拿走 那是我骗了 不算 那 那明明 明年 明年我们再一起去等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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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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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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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醒醒醒 我倒是觉得 只要是你醒 多好 白雪 从神之中 是柳姑娘看不上 但本王唯一想取之人 只有柳月轻一种 只要月轻练一种 本王随时想评论 天下正义气 先进让我们回殿下喜望 不然 你先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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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好 嘞 好 有些記憶恍如更是 而人事已久 如果再讓我選一次 阿羅以後你想再一個什麼樣的人 小姐你說什麼呢 一會兒夫子就要來了 別讓人家聽見 哎呦多害死了 我先去收拾東西了 作為煩憂 正為逃避的藉口 也不敢再回首 你的溫柔 是輻射星辰的父子 經過小姐 你 你想不想到皇帝 柳小姐 這話怎麼都亂說 若不已心人聽成 會惹了殺生死 世間帶到連我之間的所有 回憶卻突然流流 心動在雨嵌邂逅 不過是長男生的交流 原諒有的心動 都落在你的左右 各位看官 不知在下今日的故事 說的可還精彩啊 精彩啊 那最後那位公子 後來認出自己的夫人了嗎 哎 玉秋厚士 還請聽下次的書友會 哈哈 說得好 誰也沒辦法 是不是 玉秋厚 玉秋厚 我們現在是微服的 還不可以 萬一引起帶人 真是麻煩了 哦 對 很痛 很痛 師傅 直見有一事 世界小的 那天春令會時 聖上為何第一次見面 便要当众记下成绩的面线 那个嘛 天气不可邪漏 王晴 今年的雪好美啊 好的 爱 只等着山出山东原来 不是你出现在温暖海 跟走了我多少阴霾 我后来又深刻的轻微来 你依旧在我的心头存在 我再次见到你了 我再次见到你了